OK当我们熟悉了我们这个8266 它的基本的使用方法以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数据的传送 那么在数据传送之前呢 我们要规定一下自己的协议 那么什么叫协议呢 我们知道在网络传送的过程中 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还有我们快速的识别自己的数据等等 我们需要分装出一个网络协议 比如说什么http协议 还有什么ftp协议 smtp协议等等 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协议 那么这些协议都在传送的过程中 有自己的数据格式 方便它去解析一些数据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 会还有一个交易盒的问题 对吧 可以防止数据出错 因为我们知道在网络传送的过程中 很可能会数据出错 那么同样在我们这个网络模型里边 也需要规定一个自己的协议 尽管可能我们不会像http那样 做一个复杂的协议模型 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自己简单的模型出来 对吧 那对这个模型呢 首先我们整个在传输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是有客户端和服务器的 不管谁是客户端 谁是服务器 总的呢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的 要不然是没法进行传输具的 那么在这里边 我会把我们的app当成一个客户端 而把我们整个这个开发版这个866做成一个服务器 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客户端会发些什么内容过来 那我们在app上要跟我们当前这个项目联起来 首先呢肯定会有些登录的问题 对吧 如果大家用过这些类似的东西的话 我们在这个软件里边 肯定会有些登录了 注册了之类的信息 还有在我们这个app里边 我们可以做一些控制 比如说我们要打开窗帘是吧 打开多大 可以拖一个进度条是吧 进度条到一半了 那么窗帘也是打开一半 或者我们可以打开一个灯泡 关闭一个灯泡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要传送的信息 那么在我们这个解单的项目里边 我主要有这么几条内容需要发送 那大家首先看一下 不管我们发送哪种内容 首先我们有一个协议头 Smart AdMites 这个表明了我们这个 整个这个项目啊 是在干什么 然后呢 这是一个协议头是吧 那么这个协议头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可以解析 只要你接收到这种类型的头 我们才去解析数据 做下一步处理 那其他非法的数据 我们是不要的 所以对所有的东西呢 我们这个协议 是有它的样板的 像http一样的 它有自己的头 我们这个是Mard AdMites 我们再看第二个 比如说登录 第二个呢 是我们这个操作信息啊 操作信息 你要登录的时候 发一个login过来 然后在登录的时候 我们知道 除了登录这个关键字以外 我们还要发什么 用户名 密码是吧 没有这两个东西 你何谈登录呢 所以在后面 我们会跟上用户名和密码 那最后一个 这个类似于交验盒一样 当然这个我是做的简单一点 我说给大家提供一个模型 那我这个交验盒呢 是交验我们 这里边有几个字段 我们看到这里边 每一个字段的 我都会以警号隔开是吧 以警号隔开的 这么几个字段 我们看到最后一个 这是字段个数是吧 SmartMiles 头是一个字段 登录是一个字段 用户名密码又是一个字段 那么它本身 我也把它当一个字段 所以最后呢 我们这个字段是5 4加1等于5 那我们再看注册 注册也是一样的 那除了我们的头以外呢 还有关键字注册 是吧 注册时候 也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后面 我又加了一个 对于我们这种类型的系统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注册的 就像有些网站一样 你注册一个东西呢 它跟你要什么激活码 什么 那么在我们这里边 注册也是一样的 不是任何一个手机 下载APP 咔就登录到你家的 这个智能家居系统了 不能登录 我注册一个也行 是吧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会有一个超级密钥 那只有你知道超级密钥 你才可以注册到 我这个系统里边来 而且我们这里边 最终会规定 只能注册9个是吧 对于我们家里边 这个系统来说 有9个客户端已经足够了 太多了 是涉及到这个安全问题 那是吧 那所以对这个注册来说 我们最终的是有6个字段 多了一个 然后下面还有什么改密码 改密码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关键字 Change Pass 然后改密码的时候 当然要知道用户名是吧 你要改谁的密码 你不能随便改是吧 你把别人密码改了 那不行 改密码的时候除了用户名 还有旧密码 新密码 不能随便改 你要知道旧密码是多少 然后再改你的新密码 所以这里边也是传了6个字段过来 还有个超级密钥 那么这个超级密钥是非常牛叉的 以后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恢复上设置的格式化了等等 这需要都需要超级权限是吧 不是一个普通用户可以做的 所以超级密钥 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修改 当然改超级密钥的时候 我们没有必要去传用户名是吧 因为在我们整个这个系统里边 只有一个超级密钥 它非常的牛叉 是不需要用户名的 只需要旧密钥和新密钥 就可以把超级密钥改掉 所以这里边是5个字段 以上4个是类似于登录这种类型的信息 那么下面这两个是我们的控制信息 我们做这个APP不止可以登录 登录上去你要控制 打开灯泡什么的 以后方便生活了都可以用手机 随便来打开一个灯 打开电视控制空调等等 那我这里边给大家做了一个开灯的这个措施 当然第一个协议头 第二个还是我们这个关键字 Type LED 这规定的我是在操作一个LED 后边这个是我们的ID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这个系统里边可能有多个灯泡 然后我们这开发板来说呢 有四个灯泡 所以我们会有LED几 0或者是1都可以 接下来是一个状态 你要打开还是关闭 这个状态有两种 on和off 然后呢是我们字段个数 那你数一数 数数的话你会知道 是五个字段 OK那么上面呢这是我们的APP 作为客户端的时候可以给你发送的一些数据 而且这个协议啊 它是使得你要中行这个协议 或者我的APP已经做好了 它会发过来这种类型的数据 所以你到时候解析之后也要这么解析 那需要注意的是啊 这里边是一个厂 这是一个厂量是吧 Smart的麦子 Login这也是一个厂量 要么是Login 要么是REG 要么是CHPath 这都是厂量 而后面这个NamePath它不是啊 那么解析之后这个Name是从哪获取的 我们要挑出一个Name 所以这个NamePath它是一个代号是吧 这是一个代号 那后面这个5呢 它也是一个厂量是吧 有几个也是确定好的 还有这个开灯和关灯的时候 那么开灯和关灯的时候 这里边的东西 TypeLED这一定是确定好的 一定是这个 那么后面这个ID0 这个就不一定了 这个可以是0 也可以是1 也可以是2 是吧 然后off和off 这肯定是确定好了 要么是开 要么是关 所以这个字段只有两种情况 最后一个字段已经是5 如果不是5的话呢 说明数据丢失了 或者数据出错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这个8266 作为服务器的时候 它可以给APP发些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和上面对应的 是吧 你有登录 那么这个用户给你发一个登录信息以后 你是不是要回值呢 比如说他点登录就可以登上去的吧 我们要做一个回值 那么在服务器上我们首先有登录回值 头不用说了 第二个关键字 当时给回给谁是吧 你不要随便回 回给登录 后面这个 那么后面这个0呢 是我们的一个状态啊 所谓的状态就是成功失败 对吧 或者因为什么来失败的 最后一个是字段个数 这个你自己数一下就知道这四个吧 那么对登录的时候 我们回值一些固定的信息 如果这个字段是0的话 那就成功 如果是1的话 我们会说这是密码不正确啊 这个在我的APP里边 我会自己解析的 那如果你给我这边发过来 这个字段是2的话 这是拥户名不正确 这是对登录的一个回值 那么注册也可以回值是吧 可以成功 那么失败的时候 有可能是数量已满了 我已经规定了 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 最多只有9个用户 再多我不让你注册 你想注册的话 你要注销其中的某几个 来重新注册 那么如果这个字段是2的话 是超级密码不正确 那对这个超级密码 我已经说了 不是任何人想注册 就可以注册的 我跟你要这个管理员密码 你才可以注册 没有这种权利 我不让你注册 后面这个3 这个是用户名重复的 那不可能随便就注册的 那注册就有一些规定 是吧 不能重复 有的时候用户名呢 还不能起非法 对吧 你不能起个习近平 来给我注册 那我不接受 是吧 改密码 改密码的回值是比较简单 要么成功 要么失败啊 失败肯定是跟原始密码不一样 改密码也是一样的 要么成功 要么失败 失败是因为你跟原始密码不一样 所以会失败 然后这是一些关于用户 这些方面的信息 那么我们的服务器段呢 还可以将自己的业务传感器 传过去 是吧 比如说业务传感器 报警 是吧 然后会发这么一个信息 报警 然后我可以发一个 红外的报警 那么有人过来 也可以红外报警 还有我可以发 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 那它作为一个空调 来说的话 会把数据写实到我们的APP上 用户会看到 当前是30多度 那现在我要调温 然后用户会发 点一个按钮 把你的温度给调下来 OK 那么上面这几个呢 就是我事先已经做好的协议啊 这些协议 必须这么写 如果你不这么写的话 那你这个项目可能不能做是吧 因为最后你要依赖我的APP 我的APP里边已经中兴了这种协议 如果你想做自己的协议的话 有人觉得安德老师 你这个协议不好是吧 我要自己做一个自己协议 那这时候你要借助什么 借助我们这个串口条助手是吧 这里边会有一个TCP的模型 那么在这里边你可以发自己 要想要发的数据 因为我的APP已经定时了 必须发那种数据 而在这里边 你把这个当务头客户端的话 你可以发自己的数据的 我要发12345都可以 借助这个来发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